成立于西元1498年的维也纳少年合唱团 美妙的天使之音 在早期只有欧洲皇宫贵族成员 才有机会欣赏他们的演出 1926年奥地利国库入不敷出 合唱团被迫改为私人组织 并且对外演唱 天籁美声轰动全世界 各国争相邀约 近几年举办许多活动都要上国际舞台的台东县 在台东县文化处的努力争取下 获得了合唱团的首肯 即将在10月18号到台东演出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努力去争取 邀请他们到台东来 这是我们台东艺术节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采买活动 我们也很开心 我们也感谢有企业团体的支持 比如说像玉山银行 他们也预购了几个一些位置 是预留给他们的玉山银行卡的朋友们 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的战篮水手服 是合唱团的时尚标记 目前合唱团分为四个团队 分别以音乐家的名字命名 包括海顿 莫扎特 舒伯特跟布鲁克纳四位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四个团 那今年来到我们这里的团队 是由莫扎特团为主 来到我们这里有四五十位 合唱团的团员 然后来为我们献出他们最美丽的歌声 台东县文化处演艺厅 从今年九月份重新施工整修 目前正加紧赶工当中 随着10月18号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的演出 演艺厅的新风貌届时也将同步展现 动态新闻黄威台东市报导